小朋友是發展中發展的人 污染空氣對小朋友的影響 往往是很長 亦很廣泛 若嬰兒還未出生 如果母親受了空氣的污染 其實它可以影響到胚胎 我們很清楚知道 小朋友的肺部 其實會受這些污染的空氣 都會影響肺部的生長 亦會令小朋友更容易有早產的情況出現 我們都知道空氣最直接影響的 當然是我們的呼吸系統 空氣的污染其實有兩大類 它可以有氣體的污染 亦有固體的污染 氣體直接可以刺激到氣管 令到氣管會發炎 亦會刺激到氣管會有敏感的出現 例如烤喘亦會因此容易發作 氣體的污染亦會影響到氣管的抵抗能力 令到感染和肺炎的機會增大 至於固體的污染源 其實就是一般所說的懸罰粒子 懸罰粒子有大有小 大粒的直接在上呼吸道 已經可以刺激到我們有過敏性的反應 但小粒的也不是沒事 因為它可以進入肺部的深部 令到氣泡會受發炎的影響 長遠這些小的懸罰粒子 會否有更深入的影響 科學上正在研究 我們所說的氣體污染物 其實包括了一種 裡面有臭氧、一氧化碳 二氧化瘤、二氧化淡等等 這些污染源一般來說 都會刺激氣管 令到氣管的內膜有發炎的現象 令到它們會有容易敏感性的反應 有部份的污染源是很特別的 會影響到氣管的抵抗能力 例如二氧化淡 它會直接減低氣管的抵抗能力 令到個人容易發現 發生肺炎或氣管炎的情況 香港小朋友呼吸度敏感的疾病 事實上在過去十幾年增加了很多 大致上應該增加到一半 這些病的增加有很多原因 空氣污染可能是其中的因素 但在科學上沒有證據可以證實 空氣的質素直接與病法律有關 但如果你有敏感 如果空氣的質素差 會令到你發病的機會 有症狀的機會會大增 亦會令到你因為這些病而入院的機會 亦會增加 小朋友和大人最大分別的地方 就是小朋友正在生長 小朋友的肺部都是不斷地生長 污染的空氣會直接影響 氣管道的細胞組織 令到他們的生長受影響 長遠來說 如果經常有這些污染的空氣 可以令到呼吸度有不可逆轉的轉變 這些轉變通常會影響的是肺的功能 或者令到肺的氣管道 容易會有敏感的情況出現 我們很清楚 小朋友的活動情況 相比大人來說 是更加活躍的 他們的呼吸速度亦比大人快 所以在有空氣污染的情況 小朋友受的影響會大一點 當空氣的質素是差的時候 小朋友應該要考慮 是否減少在戶外的活動 我相信現在香港開始有這個共識 當我們的空氣污染指數 是去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的家長或學校都會考慮減少 這個小朋友在室外活動的情況 現在我們的政府 都是有一些指引 給學校告訴他們 當這個空氣污染指數 是惡化的時候 採取相應的行動 但至於去到什麼階段 是要做到一個全港性 減少這個課外的活動 我相信還需要一些共識 無論在實際科學上的根據 以及在工作上的流程 是怎樣去處理 都需要一些共識 但我相信政府是應該會這樣做的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其實空氣質素差的時候 整個香港都受影響 所以作為香港生活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一起 使香港的空氣質素改善 這個我想是最大的幫助 我們知道空氣污染最大的源頭 是來自排放 尤其是一些運輸工具的排放 我想在香港來說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減少這些排放 譬如是用一些環保型的汽車 或者是巴士 減少一些從業的巴士路線 將一些舊的巴士取代它 或者是推動現在我們所說的停車適時 有效地減低排放 這些都可以幫助到的 另一個排放的源頭 當然是來自我們的發電系統 我們是否可以將它 現在又用煤來發電 這個情況可以減少 可以將它改變到一些比較乾淨的能源 這些政府可以考慮去做 長遠來說 其實政府要與我們香港市民各個界別 是達到一個共識 去製造一個 大家都可以共同 認同的一個空氣的清新的指標 然後我們一起努力去做 達到這個指標 我想政府是可以做這個牽頭的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都可以從一個宏觀的角度 去看看我們香港城市的設計 是否可以做得比較環保一些 空氣會比較好一些 譬如我們香港其實本身都挺好的 我們有很多的郊野公園 但我們在設計上有沒有盡量利用我們的郊野公園 那麼我們的街道的設計 屋域的設計 是否可以減低這些街谷的效應 令到空氣的流動會好一些 將那些污染的空氣盡快地帶走 這些都是我們政府在設計的城市的時候 可以考慮的地方 還給大家多急 使你來說 大家當然 別語彥是唐辛迦的